这是现实中的童话故事吗? 野生动物摄影师Danny Connor一直在瑞典跟拍红松鼠, 但某一天,他的红松鼠朋友突然去世了。 Danny原本打算将它埋葬在树林里, 然而,出乎意料的,四只小红松鼠出现了。 这些小松鼠原来是那只去世红松鼠的孩子们, 一段奇妙的缘分由此展开。 Danny开始教导这些小松鼠如何生存, 喂食它们,并将它们带大后才离开。 然而,半年后,当Danny再次回到这片森林时, 他惊讶地发现这些小家伙竟然还记得它。 这个故事仿佛童话般的情节发生在现实中, 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特殊连结和爱的力量。